黑大佬青哥平时作恶无数犯下多宗命案 结果每次都能靠花钱买同相关人员最终逍遥法外 导致这家伙飞扬跋扈从来不将警方放在眼里 在大街上遇到帽子叔叔便是这副嘴脸 谁知今天青哥出门没看黄历 遇到的居然是一帮黑警 数小时过去 他所在社团收到一盘录像带和几根手指 根据视频画面显示青哥已然遭到绑架 黑警头目三哥开价2000万 见钱放人少一分便让众人收尸 社团画是人龙叶健壮二话不说 带着录像尽职来到当地警局 只因最近已有十几名江湖大佬遭到类似绑架 虽然每次都听从命令交了赎金 可到了最后却无一例外被撕票 为了救青哥也为了替社团省点钱 龙叶只好与白道合作 根据以往经验 警方让青哥妻子按照绑匪吩咐 带着2000万现金去到指定地点 他们则在暗中窥视等候目标出现 不曾想这一等便是几个小时 眼瞅着搬运工缓缓走向前代 越发急躁的警长不顾321上前将其拿下 结果此时青哥妻子的电话响起 接通一听竟是绑匪打来挑衅 如果现在中案所靠你这个犯头 就真是没得救了 有种你出来 看看谁是犯头 我数三声 一 二 枪声一响引发火拼 绑匪在暗警方待命 这场较量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悬念 混乱中一名绑匪更是趁机抢走赎金 而战场这边警方自顾不暇 不到几秒警员们接连重伤倒下 奇怪的是匪徒似乎并不打算要他们的命 而是对其手脚进行射击 关键时刻老警员华哥站了出来 年纪六旬的他虽然老眼昏花 但好歹当年也是警局第一狙击手 利用直觉找到枪手位置随后扣下扳机一枪命组 然而即便干掉一名绑匪 这次行动仍以警方大败而告诵 画面来到匪徒这边 三哥因失去一名手下火冒三丈 逮着青哥一顿痛点发现怒气 现在赎金到手眼前人已然没了利用价值 说罢就要将其撕票 你不想知道是谁杀死你爹爹的吗 几年前的三哥还是飞虎队队长 那时的他一身正气对待罪犯毫不手软 因此得罪不少江湖大佬 一天晚上与弟弟出门吃完宵夜 后者来到街边打车回家 谁知一招手便迎来意外 后来三哥得知弟弟是被某位黑大佬杀害 可无论怎么调查都没有结果 就在他心情失落之际 一位名叫小红的江湖风尘女走进了他的世界 两人互生情愫很快陷入热恋 谁知小红的黑帮背景却连累了三哥 导致后者在工作上处处被人刁难 即便与女人提出分手也依然受尽同事排挤 回忆起这些年来亲手抓到的罪犯每次都能逍遥法外 自己非但没有升职 反而因为刑事莽撞常常受到上级怒斥 现在又因爱上黑道女人被人瞧不起 三哥对警方的正义产生质疑最终做出决定 我不干 既然法律制裁不了罪犯 那自己便化身夜叉自行证明 三哥与有着同样想法的警务人员组成了绑匪团 专挑逍遥法外的大佬们下手 即便对方交了赎金依然选择灭口 而如今在清哥口中得知当年杀害弟弟的凶手 三哥眼中露出一抹杀意 他要复仇的目标叫做阿斌 此人乃是近年来江湖风头最盛的黑大佬 三哥以前曾追查过此人 可因警方内部收了对方的钱无疾而终 由此看来弟弟的死显然是阿斌对三哥的报复 晚上来到某家夜店 三哥见到了当初的老情人小红 当初他附了对方如今挨上吉尔光也是没有二华 但女人始终是感性的 小红心里还有三个位置 打完发泄一番后又投入对方怀抱 奈何男人此行目的不是旧情复燃 而是另有他意 原来阿斌近日正在疯狂追求小红 三哥想替弟弟报仇 必须得靠女人帮忙 即便如今有了妻子 还是厚着脸皮说出这句话 对三哥抱有旧情的小红答应了对方 随后约出阿斌在瑜伽室见面 看着眼前容貌娇好身材性感的女人 向来冷酷无情的阿斌 也被迷得差点走不动了 回到休息室 小红向阿斌提出一个请求 给他五百万现金便答应陪阿斌一个月 面对此等要求阿斌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前进我账户 我就是你了 今天五点前过账 晚上进你家吃饭 大哥 要不要陪你上边 你有病啊 想进去看着我玩啊 对不起 黑大佬阿斌被性感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将钱打在对方卡上后 当晚便急不可耐地来到小红家中 一进屋就看到女人穿着若隐若现的衣服正在做饭 男人等不及想要与其探讨生物知识 结果小红却让他先洗手吃饭 但是我想吃你啊 饭后小红去到浴室洗澡 急躁的阿斌又跟着一起想要来个鸳鸯狱 谁知一进厕所便被等候多时的三哥挟持 原来一切都是此人的谋划 同一时间 两位女学生兴高采烈来到某栋公寓楼下 只因他们的偶像正在楼上录音 碍于门口有大量保安手人 未见偶像的女孩们随即做出一个疯狂决定 利用通风管道爬上五层 谁知一进窗才发现走错误 这时脚下忽然发出一响 女孩们发疯似的爬下楼 而三哥的妻子大红早已持枪来到窗边 一看对方只是十几岁的小女生 女人开始犹豫是否动手 但为了团队着想还是扣下班军 接连两枪命中女生造成一死一伤 碍于附近有人赶来大红不好补枪 被迫干掉清哥后与团队一起逃离公寓 事后警方接到报警 根据三哥窝点现有信息 华哥判断出了绑匪的人数和大概资料 猜到这群绑匪可能当过警员 画面来到某家废弃工厂 三哥带着阿斌小红女大红碰面 所谓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两位女人为了三哥开始争风吃醋 身为当事人的三哥却表示 现在不是讨论儿女情长的时候 只要在阿斌手里要到赎金再替弟弟报了仇 到时候去到国外 自然会给两个女人一人一个名分 来到阿斌面前 三哥开价一亿赎金 见钱放人少一分便分尸 阿斌清楚对方手段 即便给了钱也不会放过自己 随口拒绝了三哥的要求 三哥吩咐大红与一名手下去到阿斌口中的地点取钱 谁知刚进屋便被爆炸袭击 大红也被阿斌小弟挟持 一时大意的三哥终究着了阿斌的到被迫交易人质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在华哥调查下已然得知三哥资料 并利用黑客破获对方网站取得联络方式 三哥以前当警员时曾与华哥打过交道 他毫不避讳与其连迈 双方在正义与法律等多个角度探讨起了犯罪问题 原来华哥妻子当年也被阿斌锁 可即便清楚凶手底细他 依然选择等候警方调查 谁知阿斌花钱打通关系 导致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现实如此 华哥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 三哥的话在他这里并不成立 他坚信世间正义理应交给法官审判 而不是靠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去自我定义 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承论阳善 最终只会让社会变得更乱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华哥与三哥谁更有道理呢 连迈结束 两人理念不同无法共情 但三哥事后却主动联系华哥 让他在晚上与某地会面 做好一切准备三哥带着阿斌来到指定地 双方各自交出手里人质 可这里三哥却犯了大错 他在没有看清妻子样貌的情况下 便将其带到身边 结果再次中了阿斌的紧 三哥心腹小杰趁乱带着老大堵入工厂 阿斌见状命令手下进行追击 可这事暗中有人开枪 不到几秒阿斌外面的小弟悉数放力 竟是华哥等警员赶到 在强大火力面前阿斌不敢久走 丢下大红跟着逃进了工厂 最后的警匪大战由此上演 小杰带着三哥躲在某处 结果被一名警员发现 为掩护老大逃走小杰一人将警员引害 两人在空地展开单条 然而小杰实力不及对方最终败下阵门 而重伤的三哥也被阿斌发现 关键时刻华哥再次出现 阿斌便拿三哥当人质 后者不惧生死让华哥赶紧开枪 以便替自己弟弟也替他的妻子复仇 就在华哥犹豫不决之际 大红也持枪来到现场 他不忍丈夫遇害用枪威胁华哥不要轻举妄动 华哥追出去一枪击中过大上的没气管 致使阿斌被爆炸以南葬身火海 弟弟大仇得报让三哥两心结 无奈世间恶人除了阿斌还有许多 只恨自己没有机会继续成了阳山 华哥听了这番话颇有感触 难道他坚持的正义真的不能为民除害吗 大红见丈夫去世也跟着自尽追随而言 留下小红一人独自悲伤 小红一人独自悲伤